Hello,我是Michelle 今天我想要帶大家分享一下秋天的搭配 這一次選的衣服都是偏亞麻脖色型 比如說現在我現在穿上這件blazer 也是一個淺亞麻色 我之前有介紹過這個 然後很簡單的搭了一個jeans 那我覺得像藍色和這個beige很搭 或者黃色也都很搭 最basic的一個搭配吧 裡面可以把它換成tank 或者是任何的一個上衣東西 這個是一種mix and match 就是有點casual 但是又有一點正式 我接下來會和大家展示一下不同的外套 戴在一起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長的封衣的形狀的外套 像是beige的顏色 這個戴在一起呢就跟就是new boss的感覺 就比較霸氣一點 dandy jacket呢就很casual 就是可以出油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一套呢 我把裡面換成了一條連繫圈 加這個blazer 再加個beats 就是非常秋天的一套搭配 就像我曾經分享的連繫圈架 其實就很酷了 如果冷一點的話呢 就加一個blazer 或者是一個白色襯衣 都很好 cheek的一個搭配 皮質的在秋冬是不可缺少的 特別是從去年開始皮質又重新回歸到我們的視野裡 我非常喜歡這種棕色的皮質的東西 所以像這種棕色皮質的褲子 雖然說它不適合我的比例 但是我還是一無反過的用 它會顯得我的腿分成了兩半的感覺 所以我上衣會選擇很緊身的crop top 稍微顯出一點我的curve 拉高一下我的比例 然後再來呢 然後我搭配一套是chipy的一個棕色的外套 因為這個外套已經非常outstanding了 所以我就比面搭檔素 就一套緊身的黑色的office 上衣搭那頸下身子那種 闊腿呢 是非常適合我們零行身材的搭配 把我們的比例拉高 然後客人的線索 把點綴有親的地方 有座的地方最好好的一個搭配 那就像我之前分享的一樣 衛衣呢 有時候我們已經習慣單穿了 那有時候我們也可以和其他的單屏 稍微結合一下 比如說白色襯衣啊 或者是各種襯衣結合在一起 如果下身瘦的話呢 其實穿一分皮膚五分皮膚也就足夠了 穿巾或者是穿酷腿褲啊 什麼都會很修飾身形 然後又會搭出一種非常casual 一種oversize的一種氛圍 還有一個就是去年開始合夥的一個穿衣的方程式 就是要上一個真是tank 我這次選擇的呢 就是一套黃色花紋的連衣裙 加上這個白色的tank 就正式裡面有帶一點收鮮的那種感覺 針織背心裡面加花的襯衣 或者是淺色單色的襯衣 也會是很chic的一個搭配 下面就搭一個jeans或者是 闊腿褲啊什麼的都會很適合 但是不同感覺的 就是如果要硬朗一點 當然就加這種jeans 那如果休閒一點的話就是酷一酷一酷一酷 double standing 就是上下都穿牛仔的 然後裡面搭一些很簡潔的顏色啊 或者是一些很簡潔的單品 就比如說took top 很適合我們年輕車台 寬鬆的真直衫 比較推薦成熟的女生穿的 那我們去工作的時候或者是在家辦公的時候 其實都會很舒服 那這一套呢 我們選擇的是beige加beige 應該說是同色系 但是不同的顏色的深淺度大概一起 這個其實是很chic 然後又很進階盤的一份搭配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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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